因為這個經濟的關係 加雄現在這個LED的産業 有一點面臨 還有一些發展的問題 所以經濟保險 可以處理相關的業者 大家來參加來阻斷 這些業者都來出席 會議上有一點 補助和技術的專輯都會討論 業者是願望這個政府 看能夠來出手救一下這個産業 LED産業第三個月三大大了 甚至聽說要是沒有性格 經濟不可以跟LED入手作單 出席的專業上載LED青春 也說電視當初入院院服 也沒有對媒體發言 經過兩點這個作單 也只表示主要使用建戶環遊意見 包括前隔出海口 既然補助這些議題都有討論 希望建戶可以出手救LED産業 LED產業跟傳統的照明產業 怎麼樣做一個結合等等 另外像標準這些其實也談很多 像LED路燈的標準 事實上政府也有蠻多的 發發蠻多力量在這方面 所以整個來看的話 其實業界的新聲應該 政府也聽到 立健在部長時間上載 和這社群都已經聽到 剛才提供輔助 更加重要是三個方向的幾位 要在一個月來提供完整的切料 會從我的內部做個討論 那麼再來呢 把我們目前的有關LED照明光電的這個 目前的作法做適當的修正 那可能需要一個月的時間 如果說有業者提出希望政府補助民眾 不會生良的救命設備 建制部表示這個部分也會陷入幾位 不過因為經費大約 需要分改動整體的科路 李政府福特三夾作單第一步是收定公電三夾 未來也會扣得到其他三夾